好 试运点降录带来看这位 是有蜘蛛人之称的李红莹 他只有164公分 43公斤 身材非常娇小 不过呢 在这个攀岩项目 可以说呢 夺牌的希望非常之大 穿上攀岩鞋 扣上扣环 绑上童军绳 装备俱全 有蜘蛛人之称的李红莹 准备开始攀岩 跨出去的每一步都考验着 李红莹的判断力 该如何登上垂直岩壁 而这个岩壁就有五层楼高 最困难的就是在顶部 必须倒挂 吸附岩壁 那你这样爬上去 你会不会觉得害怕我下台 不会了 别习惯了 不会太高 会啊 也是会太高 但是就是习惯那个高度了 只有164公分 43公斤 身材娇小的李红莹 去年远征韩国世界全民运动会攀岩赛事 也11秒加击快速登顶一举栽金 判员对她来说轻而一举 不过会将起过去家人对她的不谅解 到现在的全力支持与鼓励 李红莹说她终于熬出头了 一开始家人会认为说这个运动是有风险性的 因为它是立个高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这是风险性蛮大的一个运动 然后我会去跟他们解释说 就是我们会有做一些安全措施 所以我们的安全性是很足够的 过去家人的反对没有让李红莹打退堂鼓 反而更加努力向前冲 就算双手被磨破都是疤痕 李红莹也都没有喊痛过 刚磨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很不开心 因为知道她又要变成一个疤痕 一个疤痕在手上 但是当然就是有时候就是喜欢一项运动 就必须会有相当程度的付出 年仅19岁的李红莹因为热爱攀岩 让她确定人生未来的方向 现在的她要攻上最顶点 向试运金牌迈进